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尹国士 我住桃园市农坛区 我从事有机场的生产和制作 我从事有机茶这一块 认证到现在已经是第七年了 我是涂生涂长的农坛人 我从小在茶树底下长大 今年五十岁 茶青回到制茶厂的时候 必须经过日晒搅拌 室内尾雕 然后草青 柔练 然后烘干 大概要经过这基本的那么多步骤 自从参加了这个 台湾市有机协会之后 我觉得各位会友 以及会兄会姐们 给我带来非常多的支持与鼓励 比如说技术上的资源 或者说一些人力上的协助 或者包括在行销口碑上的一些的宣传 这对我的帮助也非常的大 这对我的帮助也非常的大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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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